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群园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面包超人的扭蛋 一共有七个种类 先来拆红色的 哇哦,第一个就拿到了面包超人的 看看扭蛋纸 有会发光的 还有会摆动手臂的 还有会发声的 看,面包超人笑得好开心啊 眼睛都眯起来了 他的身体连着一根线 吊着一个底座 把它装在脚底 看看会发生什么呢 哇哦,发光了 真有意思 发出了黄色的光 面包超人总是忙着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我们拔出来呢 灯就会灭了 大家知道机关在哪里吗 你们找到了吗 哈哈,开关是两个脚中间的那个按钮 好了,我们再来看蓝色的 这个是细菌小子的 他的手上握着一个扳手 好像在修理什么呢 把它装上去看看 哎,手抬起来了 这样好像真的在工作一样 我们也可以手动摆动他的手 第三个橙色的了 这个是 哦,是红精灵 他的手上抱着一个粉色的爱心 猜猜看他要送给谁呢 哎,这个也是发光的 他发出的是红色的光 那这样我们就收集到第二个发光的人物了 关掉灯之后 看起来很像一个小灯笼呢 黄色的扭蛋会是谁呢 哇哦,是起司小狗 在面包工厂里 他可是果酱爷爷的好帮手哦 起司小狗也发光了 关掉灯之后就更加明显了 我们把三个发光的人物放在一起玩 哈哈,很有趣呢 第五个绿色的扭蛋 装的是 蓝精灵 只要沾到他蓝色的眼泪 就会哭个不停 他的手也抬起来了 好像在打鼓一样 到第六个扭蛋了 还剩下谁呢 有一张贴纸 哦,是SL蒸汽火车 先把贴纸贴到他的车身上 另外一面也是一样的 哎,发出了钉的一声 哈哈,好神奇啊 还有一辆粉色的 他们要出发去送街上的小朋友了 最后一个扭蛋了 哎,和细菌小子有一点像呢 他是一个细菌机器人 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吗 哈哈,这个挺好玩的 装上去 他的头还有手都抬起来了 细菌小子要来修理一下他的机器人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面包超人扭蛋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